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BP平科技 我是BPW 開場先跟大家說我已經收到來自國軍的冰單了 所以今天這部YouTube影片應該是我去當冰錢的倒數第三部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終於要來講我們就為的Goodnotes 在2025年AI如此競爭的情況之下 Goodnotes他們也推出了自家的Goodnotes Pro 那Goodnotes Pro聽起來非常厲害 只不過這個也是我近年來看到Goodnotes他們更新之後評價最亮機的一次 非常多人主張說為什麼就不回到以前最原始UI UX最好的Goodnotes就好了 為什麼要多這麼多複雜的功能 那支持者當然也有他們就說這些全新AI功能真的是太方便了 那坦白說經過我這段時間使用之下 我覺得Goodnotes他們自己去研發出這個全新的AI模型 它的確是可以去改變未來整個做筆記的思維 我自己用起來是非常的有感 過往我們需要做筆記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一步一步的緩慢去畫出我們的新字圖 畫出我們的手寫筆記 慢慢的去把它寫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透過Goodnotes這個全新的AI模型 我們只需要透過一個指令 我們不只能像GPD一樣 只生成出文字或是生成式圖片的這種東西 我們可以直接去生成出可以用橡皮擦圖改的手寫筆記 手寫的新字圖 甚至是手寫的圖畫 而且這些東西就是完全從你腦內結合AI 去把它生成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的不簡單 我們在影片後面也會好好跟大家說明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首先就會先比較Goodnotes 四個不同的方案 因為今年的方案真的很多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差別在哪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會介紹五大全新的功能 那包含了工具列 生成式AI 錄音摘要 全新的形狀工具 以及Google日曆的功能 那接著呢我們會介紹兩個全新文件的類型 除了筆記本之外 現在還多了白板跟文字文件的功能 最後的話就是關於購買建議 到底該購買哪個版本 以及我這段時間的使用心得是什麼 我們就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就先來進行方案跟價格的簡介 那這一次Goodnotes他們就推出了四個版本 那第一個是免費版 第二個是標準版 第三個是Pro版 那最後一個話就是一個特別版 標準版的話是一年付320元 所以就跟之前的版本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之前Goodnotes 6是一年付320元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你生成到這個版本 如果你是購買Pro的話 你一年的訂閱費用是1150元新台幣 特別版的話 他就是讓你一次買斷 那價格也一樣是1150元新台幣 標準版跟特別版功能幾乎是一樣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看你要一次買斷 或是訂閱三年的價格 那他唯一的差別就是 特別版他是只為Apple裝置所設計的 其他年訂閱版本 你就是可以使用Goodnotes的Cloud Apple的版本 你就只能用Apple的Cloud 那不能跨到其他裝置 所以比如說我有Windows的筆電 Android的手機 跟一台iPad 那我就不能用特別版去登入他們這些帳號 我只能去購買標準版或是專業版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更細的看一下 這四個版本的差別到底在哪裡吧 那首先先講到免費版 那免費版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處處充滿限制 所以你不管是筆記本文字文件或是白版 你都只能生成三本 錄音的話你最多只能去錄20分鐘以內的音檔 那你也不能像其他版本一樣 可以有Goodnotes的商城 那去購買一些模板啊 或是像我的電子手帳等等的內容 都是沒有辦法去購買的 然後你當然也不能在跨平台之間同步 那你也不能私人的連結分享 那你也沒有即時協作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就是有非常多限制 那AI的話除了手寫拼字檢查跟固定題數的生成跟問答之外 那其他功能都是不支援的 標準版跟專業版 他們之間的差別到底是什麼 那首先我們先講到任何跟筆刷筆記有關的工具 不管所有版本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最大的差別就是在今年的Goodnotes AI 那標準版跟專業版他們的AI 他們最大的差別就是在生成式AI 然後AI的會議助手以及共同編輯 這三個功能不一樣而已 所以其實沒有查到很多 標準版還是有生成式AI 但是你只能生成出那種文字的問答 比如說 幫我去看一下這份筆記可能會出現哪些考題 他就會回答你 但是你就沒有辦法去生成出 我剛剛影片前面所講的 比如說生成出一張 很完整的新字圖 一張很漂亮可以編輯的圖畫 手寫的文字內容 你就沒有辦法去做這一些生成式AI的東西 那專業版他當然是全部都有 只不過他的AI的Token上限 也只有500多個點數 那我自己用起來 其實我才花一天就把它用完了 所以我後來還是再去加購一個 每個月320元的AI補充寶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享有6800多個Token數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一個月的用量來說 是比較合適的 只不過你就是要付一個月320元 那你一年的話 其實就要付到 三四千元的價格 那坦白說是蠻不便宜的 但這個就是普遍現在AI成本比較高的 一個根本所以是無法解決的 然後標準版也一樣不支援 私人連結分享跟即時協作的功能 所以專業版的話就是你如果很常 要讓大家一起購買這份文件的話 那我會比較建議再購買 好那我們講完這麼多比較 大家一定聽不懂嘛 所以我們接下來一定要告訴大家 這些全新功能它們在哪裡 以及要如何使用 這個才是我們影片的重點 所以首先呢我們就先來講到這一次 五大全新功能的第一個 就是整體的工具列是重新設計的 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像沒錯 但是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筆刷 大家找不到橡皮擦鋼筆這些東西在哪裡了 因為我們現在就必須要再多點一層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更多更細節的內容 我們都要多點一層 比如說像是筆刷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鋼筆、橡皮擦、鉛筆、銀光筆等等的內容 塗改顏色都在裡面 形狀工具的話我們也要點一層 才可以看到這些不同形狀工具的類別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這個工具列 我們現在不只可以把它放到最上面跟最下面 我們現在可以去任意去移動它 或是改變它們存在的形式 所以你要擺放到右邊、左邊 或是擺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整體使用下來的使用者流程 我覺得沒有像以前切換來得如此方便 因為你就要再多點一層嘛 所以我自己會多善用Apple Pencil 它這個碰兩下的功能 那去讓我快速切換不同的工具列 好那接著我們來講到第二個最厲害的功能 就是這一次今年全新的GoodNotes AI 那這次AI就如我影片片頭所講的 會改變大家做筆記的思維 因為它不是只有生成文字圖片這麼簡單而已 它可以去生成出手寫的內容、新字圖 或是手寫的圖畫 所以你腦中現在只要有一個很立體的想法 你不需要去慢慢畫它 你只要跟AI說一聲 然後你生成出來之後再自己去編輯它就好 所以你節省了很多製作的過程 那要如何使用AI工具呢? 那我們只要點擊左上角就可以看到這個AI的符號 那點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AI的對話框 AI它會自動去建議你要如何去問問題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下指令去問問題 使用不同的顯示模式 包含了懸浮視窗、側邊欄或是獨立視窗 去顯示你的AI對話框 那接著我們就來講到AI它可以有哪些應用呢? 第一個應用的話就是我們可以去生成出一個手寫的圖畫 請AI它使用水彩的風格 然後去生成出一個關於台灣觀光的導覽海報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生成出來雖然台灣這兩個字 它還是寫錯了 只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畫的細節 就非常像我們用Goonios裡面的筆刷所畫出來的內容 而且重點是這些東西 你是可以去做修改 這個就跟其他的軟體很不一樣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雲這個樹畫的不太好看 或是這個台灣的字寫錯了 我就用橡皮擦把它塗改 自己再加上去就好了 所以你是完全可以跟這個東西一起做編輯的 你不需要再叫AI去修改 你只需要去動動你的手 動動你的橡皮擦 就可以去改成你想要的樣子了 第二個非常厲害的應用 就是我們可以生成出手寫風格的文字 比如說好我們這次就請Goonios的AI去自己生成出 他們自己的更新有哪些 所以我們就使用手寫風格生成出這次Goonios Pro的更新有哪些 那我們大約生成100個英文單字 Wow它真的是手寫的風格 而且我們用橡皮擦就可以把不同的字母去擦掉 然後自己再用手寫去把它補上去 所以這個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厲害呢 我們以後就這樣子生成筆記就好了 而且Goonios這次更新之後呢 你的手寫文字 它也可以像文字方塊一樣你可以去改變它在一行當中要顯示的數量有多少 所以不管是AI生成出來的或是你自己手寫的都可以做到 好那第三個應用的話我們可以把筆記繪整成新字圖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從碩士班討出來 那時候如果有這個功能就好了 我現在可以把一篇超級複雜的文章 不管是我自己的手寫筆記或是一大篇論文 我直接請AI幫我把這篇論文匯整成一個有架構的新字圖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自己驗證過它基本上是把我這篇文章的架構 分析得很完整 真的是很方便 我以後要報告或是做簡報的時候 我就可以快速用這個方式去理解我的文章 好那接著我們來講到第三個全新功能 就是這一次的錄音跟文字音訊的摘要 那先說不管你是標準版還是Pro版 你都可以有無限時間的錄音 只不過它摘要的地方不一樣 你如果是標準版的話 它就是在本地端跟裝置端去做轉錄 然後以及很基礎的摘要 但是如果是Pro版的話你就支援了雲端轉錄 然後即時的摘要 以及自動去生成會議的筆記跟Google日曆的整合 所以我們就用最好的版本來測試給大家看 那要如何使用這個錄音功能呢 那我們只要點擊右上角錄音按鈕 那我們點擊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有分成錄音摘要 以及顯示錄音這兩個選項 那我們點擊錄音跟摘要 它就會開始計時 那就表示它已經開始錄音了 那點擊摘要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目前我們所講出來的 跟AI所生成出的逐字稿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比如說我的應用就拿我的 iPhone 17的開箱影片來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影片在播放的同時 它馬上就幫你生成出逐字稿 而且同時還會生成總結 而且它這個總結真的是生成得非常精準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只會把時間軸列出來 它後面還會有列點式的摘要 然後我覺得最厲害的還不在這邊 最厲害的是它居然可以 把你的會議紀錄的逐字稿跟摘要 直接再生成出一份新的筆記 生成得很清楚 就是不管是中文的語音辨識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到 我腳本的重點有講到 電池的毫安時的差距 我講到鏡頭三倍鏡 其實今年17 Pro還是沒有表現得很好 你看它也都匯整出來了 而且重點是 它做完這個生成筆記摘要之後 它把我很多的錯字也都改掉 因為原本用語音辨識一定會有錯字嘛 但是它可以自己去理解這些錯字 真正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這個AI它是真的有在思考的 好那再來第四個全新的功能 就來講到全新的形狀工具跟新製圖 以前形狀工具就是只能把 比如說彎曲的圖 化成一個比較漂亮的圖嘛 那我們現在點擊形狀工具按鈕之後呢 就是這個三角形圈圈方塊這個按鈕之後 我們在最左邊就可以看到一個 一般形狀工具 就是我們以往可以用 比如說把一個很彎的三角形 化成一個正三角形 那後面還有幾個按鈕就是 你可以有直線的箭頭工具 曲線的箭頭工具 還有可以直接去 畫出預設的形狀 它給你四個預設的形狀 它有兩大特色 第一個特色的話就是 我們現在生成完一個形狀之後呢 我們不管在上面都可以進行打字跟手寫 而且它就會自動群組在一起 所以你看我要移動這個形狀的時候 我裡面的字 它也會跟著一起移動 它們會被視為同個物件 你可以從形狀工具 去畫箭頭出去 連接到其他形狀 但是它只會連接到這個形狀 邊緣的正中央 比如說 正方形就連接到上下左右的正中央 那當你去調整形狀的時候 它這個箭頭不會斷掉 它也會繼續黏在一起 然後你也可以去調整箭頭的位置 只是它就只能調整到上下左右的正中央而已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新字圖就是 解釋這個新字圖更新的圖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就運用到這所有的功能 好那在最後一個 第五個更新的功能 就來講到Google日曆的整合 那基本上它現在還沒有很完整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去連動它 我們只要到右上角的設定當中 去連接我們的Google帳戶 那接著第二個步驟的話 我們打開側邊欄 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行程 那比如說喔我現在的行程有個健身的行程 那我除了可以看到這個行程的提醒之外 我還可以針對這個行程去生成出一份筆記 然後GoodNotes它也會幫你整合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有對應的行程有生成成筆記本的 它都會放在這邊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功能其實還沒有很完整跟很實用 我不確定他們未來想要怎麼做 所以呢今年我也推出了全新的 2026年的電子手章 那我也幫大家把 Google行事曆的功能也一起整合進去了 那大家就敬請期待這邊先賣個關子給大家 好那接著影片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就來講到全新的文件類型 那除了一般的筆記本之外 今年多了白板跟文字文件的功能 那我們就快速跟大家講 那白板的話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想成iPad的無編輯 你現在可以有無限的邊界去寫你的筆記 新增白板的時候我們可以去更改白板的背景 更改白板的樣式 它現在裡面有一個範本的功能 所以比如說我想要直接去新增一個新制圖的範本 我比較表格的分析 你都可以在這個範本裡面去找到 然後這個範本它也是可以進行編輯的 它就像是手寫跟文字一樣 那白板第三個功能就是你在一個 白板的檔案裡面 你還可以再新增多個白板 那你可以用側邊欄去新增 比如說我可能第一個章節就是用這個白板 第二個章節就是用這一個白板 白板的應用當然就很多啊 就跟我之前無編輯影片裡面講過的 比如說我要畫個世界地圖啊 我要畫個流程圖 畫個樹狀圖 或是插入不同的貼紙 全部都可以用白板來做到 那接著第二個呢 我們就來講到文字文件的功能 這個對電腦跟iPad鍵盤使用者來說真的是舊型 我們現在就可以在新增筆記的時候去點選這個文字文件的功能 那我們在裡面就可以去新增類似Markdown格式的輸入方式 如果你有用過Notion的話 你應該很清楚我在講什麼 比如說我們按 緊字號加空白鍵可以生成大標題 兩個緊字號加空白鍵是中標題 然後三個緊字號加空白鍵是小標題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去生成一份 文件比如說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把 GoodNotes所有功能 整理在這一個文字文件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有很豐富不同的文字層級 文字顏色我們還可以新增表格新增圖片 新增影片在這個教學文件裡面 那最後呢我們也可以透過AI的功能去 潤視整份文件 所以這個就是文字文件功能的介紹 而且有個很方便的地方就是 比如說我們從Excel複製一個表格 我們貼到這邊 他就直接幫我們生成好表格了 我們不需要一個一個去建立表格 一個一個東西打進去 所以基本上他操作起來就已經像是一個很簡易的Word 或是一個很簡易的Pages了 好希望今天這部影片可以在20分鐘內解決影片 最後我就來講一下我的使用心得以及購買建議 用完之後我很可以理解就是 觀眾這個兩極化的反應 就是覺得GoodNotes他的UI UX 真的沒有變那麼好用 因為今年真的多太多新功能了 所以多了很多新功能之後 大家就是要去適應他 以及去找到這些更多的功能的位置在哪裡 對坦白說UI UX真的是沒有像過往來的這麼好 如果你是一個很專注在做筆記的人的話 我自己還是比較推薦 可以好好的使用GoodNotes 5 GoodNotes 5你也有一些AI的功能 但是大部分都還是著重在筆記 但是我自己使用下來 除了UI UX體驗比較不好之外 我覺得 今年的AI功能真的還是非常有潛力的 當然說他現在模型還沒有很成熟 很容易會出錯 但是我可以去預想到這個AI的未來 我們未來只要有一個很複雜的筆記架構 用指令的方式跟他說我的新字圖架構長怎樣 那請幫我生成成一個立體的新字圖 或是我可以把不同的新字圖 透過AI的方式去把它拼湊在一起 或是我想要畫一個建築的草圖 那我可以先請AI生成一個草圖 我再用我的筆刷去把它畫得更加完整 所以未來AI加上我們 然後再加上我們Apple Pencil這種筆記的協作 他會變得更常出現 而且去提升我們的效率 對所以我還是很期待這些AI工具未來的發展 那至於講到購買建議呢 購買建議其實我覺得很明顯啦 一年320跟一年1150 這個價格就可以切出用戶了 那以我自己比較偏學生或是只做筆記這個角色 我就會維持在一般的標準版 因為坦白說我有時候就真的只是單純紀錄而已 我也不會去用到這麼多AI的功能 而且你在標準版裡面 你就有新的白板新的文字文件的功能 所以我要用電腦去打GoodNotes就已經很方便啦 那我AI當然還可以用其他平台的AI來做使用 除非你真的是像我一樣想要去突破這個全新的筆記思維 比如說你就是要去請他幫你畫出一個新制圖 你自己在修改或是一個基礎的設計圖 你自己再去手繪它 這時候AI它就是一個你非常好的工作夥伴 所以真的是完全取決於你做筆記的方式需不需要以AI作為基礎 還是你要自己從頭寫到尾來決定你到底需不需要去購買到 Pro版專業版的GoodNotes 你如果要常用到AI的話 你就不只要負擔這個錢 你還要負擔一個月320元的AI補充包 因為你一定會很大量的使用到AI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兩個價差是差了4倍以上 好那以上就關於這一次GoodNotes 2015年的更新 那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改變 所以大家一定會有很多的疑問 那我把目前觀眾所列出來的疑問跟回答都貼在這邊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疑問的話 都歡迎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那如果我還是沒有看到的話 那歡迎加入BPW的社群 對我們這邊有非常多人在討論GoodNotes的全新功能 那也歡迎加入成為一份子來一起討論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大家再見